听着思思这般说,冬儿与他相公据是喜不自禁,联想到这一年来因为这病,家里所遭的折难,冬儿更是忍不住拾起袖脚,小心翼翼地擦拭了一下自己眼角。 范贤让冬儿背好笔墨,略意思考之后便写了个方子,端向了两遍,确认没有什么问题,才用嘴吹干交给他,嘱咐到一定要按时配药,再不可吝惜那些银子。 冬儿微微笑着硬了下来,范贤看着他神情,就知道这姐姐不见得会听自己的话,忍不住又生起气来,说道,哪有苦了自己的道理。 冬儿只一味感激地笑着,偏就不接这句话,范贤气苦,今天天气热,范贤只穿了简单衣,又是在丹州,不怎么担心,所以身上也没带药盒子,对思思说道,晚上回去,记得提醒我捡几颗药丸子。 他又转头对冬儿的相公温和说道,麦歇尔,这药要常吃,只是丹州估计要配不齐,等过些日子我回京都的时候,你们一家就跟着我走。 你毕竟是一家之主,我得先问问你的意思,看看丹州有没有什么你放不下的。 麦歇尔张大着嘴,半上说不出话来,他知道少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自己一家人跟着少爷去了京都,哪里还会有苦日子过? 只是,他咳了两声,将征询的目光投向了冬儿。 思思在一旁冷眼看着,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,自家少爷就是这等性情,遇着亲近的女子丫头总是强硬不起来,也不可能去逼着冬儿姐姐如何,只好从麦歌身上着手了。 冬儿哪里不知道范贤的意思,叹了口气,说道,少爷开了方子,想必是好的,冬儿答应你,以后再也不借贵力。 这些年,您给家里送来了一百多两银子,我也答应你都拿出来用,在这淡州城里,一百多两银子也能好好的过一辈子,您就别操心了。 思思看着范贤脸色,在一旁鼓动道,那药丸可是有钱,也配不到的,就算少爷在京都里寻着药材铺配好了,难道还有时间千里迢迢给你送回来? 冬儿为难地看了他一眼,说道,什么药丸要下这么大功夫? 范贤在一旁摇了摇头,笑着说道,还记得当年府上那个长得很难看的教书先生吗? 冬儿听着这话,马上想到了一棚乱糟糟的头发,像恶狼一样闪着绿光的眼睛,下意识里打了个寒蝉,眼着嘴恶心说道,提废先生做什么? 当年我们几个看着他就怕,这药就是费先生配的。 范贤哈哈大笑说道,他老人家生得虽然难看些,但你可知道,他可是咱大庆朝赫赫有名的费界费大人。 冬儿陷入了震惊之中,他直到今天才知道,当年那个看着像银贼似的教书先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身份,可是一脸想到少爷的身世,也就比较能够接受了。 范贤回身对冬儿相公微笑说道,跟我进京的事情,你准备一下。 冬儿相公为人忠厚老实,却没有太大主见,听着范贤斩钉截铁的话,下意识里便恩了一声。 偏生冬儿却冷哼了一声,瞪了他一眼,麦歇尔赶紧住了嘴。 看着这一幕,范贤忍不住笑了起来,看来这家里冬儿才是真正说话有力的人物。 好生养着病,瞎操什么心。 冬儿冲着自己男人没好气喊道,起身拉着范贤和思思出了卧房,在中厅里坐了下来。 喝了两道茶,略说了些闲话,只是无论范贤如何严厉,但关于去京都的提议,冬儿就是强硬地沉默着,不肯开口硬下。 范贤看着这妇人脸色,不由叹了口气,心想,这么温柔的一位姐姐,原来也有这么执拗的一面。 卧房里传来几声咳嗽,范贤侧耳听着,将声音放低了些,柔和说道, 冬儿姐,当年你成亲之前,我就带着你去偷偷瞧过麦歌,是你瞧对眼了,我才没有理会这事,当年也问得清楚,麦歌自幼父母双亡,为人忠厚老实,在这丹州城里也没个麻里麻烦的三亲六七,想必婚后对你定是好的,我才放心。 这说的是实在话,冬儿姐成亲的时候,范贤才不过十一岁,却也是暗中观察了许久,才放心将自己的大丫鬟许给卖家。 冬儿有些紧张地搓着发红的手,威修说道,他如今对我也是好的,少爷你瞧重的人,能差到哪里去?既然你们在丹州也没什么亲戚,为什么不肯跟着我去京都?当年我就弄错了。 范贤回忆说道,把你搁在外面,这日子也不见得会安宁到哪里去。 不等冬儿说话,他又接着说道,不要担心在京都我会养着你,你继续开你的豆腐铺好了,只不过就在身边,我们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。 范贤何尝需要冬儿照应什么,这话的意思清楚得很。 范贤也在一旁劝道,是阿冬儿姐,你可知道,少爷到京都去后,办的第一门生意就是做了个豆腐铺子,如今京都的王府都是吃的咱家的豆腐。 范贤眉头一动,苦笑了起来,心想这妮子说的话,怎么听着就这么别扭。 嘶嘶笑着继续说道,你要是去了,这豆腐岂不是卖得更好? 冬儿犹豫片刻后说道,少爷的意思,其实冬儿心里明白,心里感激,只是冬儿实在不想去京都。 为什么?范贤皱着眉头问道。 冬儿想了想,脸上忽然闪过一抹极温柔的笑容,缓缓说道,在丹州住久了,谁愿意离井备乡呢? 再说,京都虽然好,可地方太大,我怕娶了心慌,再说,也不想麻烦少爷老照顾自己的。 京都又没有魔鬼,有什么好心慌的? 思思在一旁咕弄道。 冬儿眼嘴笑道,谁像你这丫头,从小就贼大胆。 正说着话,忽然院外传来一声质子轻声,冬儿的面色忽然间变得愈发温柔起来,起身走到门口,向外望去。 此时阳光已生至中天,炽烈的阳光擦着屋檐的边缘射了下来,落在这妇人依旧美丽的脸庞上,光线顿时变得温柔了起来。 妇人的神情显得是那样的恬静与满足。 在外游玩的小姑娘回来了。 冬儿牵着自己的女儿进了屋来,指着坐在中间的范贤说道,叫少爷。 范贤看着冬儿姐手中牵着的小丫头,脸上浮起一丝真心的笑容,一晃两年多不见,这丫头眉眼已然展开,继承其母的亲历开始夺人眼目。 眉宇间的稚气更是惹人怜惜,尤其是那双咕噜噜转着灵动无比的眼睛,正好奇地望着自己。 还是叫舅舅。 范贤伸手,将这小姑娘抱紧怀里,看着有些紧张,有些不安的她,笑着说道,几年不见,怎么不认识小舅舅了。 小姑娘抬着脸,看着范贤那张漂亮的脸蛋,偏着头想了会儿,忽然间嬉嬉笑了起来,说道,小舅舅,你跑哪儿玩去了? 正如范贤是冬儿抱大的一样,范贤少年时常常在豆腐铺子上流连着,这孩子也是抱了不知道多少次, 而且他一味地宠着,疼爱着,时常买些小东西给这丫头,所以小姑娘家对这个小舅舅印象特别深刻,虽然年纪上小,却是记得清清楚楚。 九岁了吧? 范贤端向着怀里小姑娘的脸蛋,对冬儿姐问道。 冬儿温和笑道,少爷好记心,再过几个月就满十岁了。 范贤看着小姑娘身上的大布口袋,将她举过头顶,颠了颠重量,满意地说道, 身子骨不弱,不过小姑娘家家,别成天到外面去疯,这么小的年纪,冬儿你也别让她做事,苦着咱们家的丫头了。 冬儿在一旁笑着说道,哪里舍得让她做事,这是从学堂回来里。 范贤转眼好奇看了她一眼,顺手将小姑娘放下地去。 小姑娘乖巧地又给思思见过礼,思思这才心疼地救了救她小脸蛋,将范贤早就预好了的礼物拿了出来,塞到她的手里。 小姑娘看了母亲一眼,得了允许,才高兴地将礼物接着,一面揉着有些微痛的脸蛋,一面对母亲说道, 娘,我去给爹熬药去了。 冬儿怜惜地看了她一眼,点了点头。 小姑娘一跳一跳,兴高采烈地捧着礼物进了礼间。 看着这一幕,再加上前面那一句,范贤忽然对冬儿姐姐有些另眼看待了起来,能够交出如此懂事的小孩子。 冬儿姐真不简单。 虽说庆国有不少贵族小姐在年幼时,会去族学里读书,甚至京都还有专办的女子私塾,可是在民间,女孩子的地位依然是极低,至于上学读书,更是听都没有听过的事情。 冬儿姐居然能够让自己的女儿去读书,这份魄力就不是一般平常女子能比的。 范贤看着她,暂惜说道,你做得好,这孩子必须读下去。 冬儿温和一笑,想了会儿后说道,只是毕竟是女孩子,虽说知道多任些字,明些里总有好处,可是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怎么办? 范贤哈哈大笑道,有我这个小舅舅在这里,这满天下,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 这便是一个承诺了,冬儿大喜过望,却知道少爷不喜欢自己行礼,便只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 范贤接着认真说道,别乱许亲事,就算要嫁,也得让我先知道。 冬儿满足,笑着点点头。 说着闲话,便到了中午用饭的时候,冬儿为难说道,少爷你且做作,我去准备一下。 范贤知道,自己若在他家吃饭,定然又是好一番扰嚷,只不定还要去左邻右舍借些食材,便赶紧阻到,吃自然是要在你家吃的,只是别那么麻烦,就吃你往年常做的豆腐饭。 冬儿忽然挨压一声,捧着额头恼火说道,都还没有点浆,搁在铺子里,怕是吃不得了。 范贤笑着说道,你忘了,我端了两格来了。 一番忙碌之后,冬儿相公也被小姑娘扶着走出了卧房,虽然还没有用范贤配的药,但先前诊治的时候,范贤已经度了一道天一道的天然蒸汽进去,所以麦苗这时候的精神显得好了不少。 一屋子人,就围在炕旁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豆腐拌饭。 冬儿一家三口,未免有些过意不去与难受,但范贤却是吃得无比开心,先前看着冬儿姐以门炮的慈母模样,她便知道冬儿姐的生活终究还是能幸福下去,不见得一定要跟着自己去京都。 小舅舅,京都好玩吗? 小姑娘瞪着大大的眼睛,捧着大大的饭碗,一面用长长的筷子刨着软软的豆腐拌饭,一面好奇无比地问着。 京都很不好玩。 范贤放下碗,看着小姑娘认真说道,非常不好玩,不过如果不去玩一下,又怎么知道呢? 你以后要不要去看小舅舅? 要。 小姑娘兴高采烈地说着,回到伯爵府,与娃儿讲了讲今天的事情,娃儿这姑娘听着范贤的叙述,也不禁红了眼睛,待听着冬儿坚持不肯去京都,心中更是添了一份敬意。 出的门来,范贤伸了个懒腰,揉了揉有些饱足的腹部轻轻拍了拍手掌,一个影子缓缓从郎柱旁边的阳光里显出身形来。 如今的虎卫们知道范贤的脾气,也知道范贤的实力,所以不再如往年那般贴身跟着,只有这一道影子在将东夷城的九品剑手们赶回去之后,又成了范贤的复古之躯。 范贤侧头看着她,说道,天天这么跟着我,烦不烦?影子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,说道,确实很烦。 范贤笑着说道,难道跟着脖子不烦?影子很直接回道,脖子身边有美女。 范贤气节,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今儿白天你也看见了,对于麦仙儿的病怎么看? 既然以前没有迹象,她的身体好,应该不至于得这么重的病。 影子第一声说道,应该是受了外伤,然后染得急。 范贤沉默地点点头,这个判断与她亲手诊疗所查出的情况极为接近。 半晌后,她平静说道,这事儿我不方便当面问他们,以东而外缘内方的脾气,只怕也是不肯说的。 这单周城里赶不给我面子的人还不存在,所以这事儿估计也是个误会,你去查查,给对方一点教训就行。 不要死人。 范贤定下了界限,她平静说道,是用脚踹的,你也用脚踹,踹到那个人三年起不了床。 影子偏头望着她,半晌后说道,你让我去踹人。 与其有些古怪,确实,这位乃是监察院刺客帮的首领,天下最厉害的刺客,居然范贤会因为一个边缘小州里的小破事命令她,去踹人。 杀人的本事,你是天下第一。 范贤温柔一笑,拍拍她的肩膀,踹人的本事,想必也是不会差的,辛苦你了。 影子无话可说,重又陷入黑暗之中。 来到祖母卧室中,依族往年规矩,实实在在地行礼问安,然后便将今天去看冬儿的事情讲了一遍。 范贤清楚,在丹州这个地面上,实在是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奶奶,所以心里隐约有些不舒服,奶奶应该是知道自己心思的, 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大丫鬟在城内受这等烟砸气,连自家相公都被人欺负地躺到了床上。 看着范贤神情,老太太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,笑着说道,心里在怨我。 不敢。 范贤话是这般说着,语气却有些硬邦邦。 老太太看着孙儿,难得地流露出了这种赌气神情,忍不住笑了起来,将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。 原来是前任周守的公子不知如何看上了冬儿,只是那位公子并不是个傻瓜,当然不会在淡州城里,在伯爵府面前用墙,只是一味去豆腐铺子那里,闲着脸纠缠。 冬儿被她缠得无法,但是对方又没有用什么太过下三滥的手段,所以只好忍着。 但妇人能忍,妇人的男人总是不能忍,麦格终有一天爆发了男人的小宇宙,将那公子好生一痛痛揍。 这事自然就变得大发,毕竟那位公子的老爹是当任的周守,冬儿相公虽然身子骨也结实,却是好汉不敌重拳,被打倒在地,还被收入了狱中,也是老太太发了话,那位周守才没有继续纠缠下去。 不过也就是这样,麦格被当兄踹了一脚,又在牢里受了些湿冷气,便落下了病根,一直在床上躺着。 听着奶奶的叙述,范贤面色平静着,知道了这事的缘由,也就明白了冬儿为何沉默着,这事说到底还是麦格先动的手。 而且,虽然丹州人都知道自己与冬儿家的关系,可是在世人眼中,甚至在奶奶眼中,冬儿毕竟只是个早就被赶出家门的大丫鬟,是下人,而对方却是周守的公子。 阶层的差别总是在这里,有这样一个结果,满丹州人都不会觉得范府做得不好,反而会觉得范府很是帮了冬儿家大忙。 只是范贤不会这般想,在他的心中,人群的划分从来不是一阶层而论。 只论亲说,老太太看着他若有所思的神情,忍不住开口问道,怎么了?没什么? 范贤抬头笑着说道,我让人去把那位公子也踹一脚。 老太太正了正,旋即笑了起来,说道,那便踹吧,随你高兴。